TF Boys两周年官方介绍片 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独家冠名播出 为了准备两周年粉丝见面会 TF Boys在北京开始了正式的封闭式训练 随着见面时间的临近 排练的强度越来越大 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而且不要鼓励大家的力气 好 这样再收起来一点点 好 好 忙碍起来 就是不想干事心里想的是 有这么多人支持你 还有这么多的动力 然后各种各样的 就逼迫着你不得不干 然后而且自己走上这条路 也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自己跳蛙的坑 自己要不要挺好嘛 你怎么看待网友那一个人 叫你们淘本男孩的 就可能以前看到 就会有点难过 然后现在就是慢慢就觉得 就是受到大家这样质疑啊 被讽刺啊这样就是 是偶像工作的一部分 喜欢还好 每次都是训练好很久之后去参赛 然后每次都会这样被刷下来 就是其实心中也是会有很多疑惑的 评论们别人心我不行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今年12岁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你要有一点信心呀 好 我确定 没有 好的 好 我从来就没用过这样子 非常适合 我觉得一样可以赶 就是第一个的音乐 我非常适合 我非常适合 但是他们刚才唱的话 那你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有练过吗 小凯同学 没有 你没有监督他们练啊 这几天我们最逼的 这几天我们最逼的 你先吃点钥匙 你先买了一块钱吧 失去了没有想过 就是进了这个行业 我觉得失去的应该会比 获得的要少很多 获得的应该会特别多 你嗓子疼也是要唱的 在变声期好好把握时间 然后好好练习自己的技巧 最爱我的人别紧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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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这让我如何 我跟你说 让我好 人生家有情绪 这后台是看电视吗 这让我们整听 我真的吃了 我都比如说 在角落着闪耀的歌 才的声音都是给你 心有心听 不要说话 在整个排练期间 三个小伙伴吃住都要在一起 离开家人的照顾 长时间的相处 让他们学会了彼此照顾 练舞也是TFBOYS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每天他们都要在练舞房 和演出团队在一起练习五个小时以上 一直唱歌跳舞 就是比其他的小朋友都要充实很多 因为其他小朋友全部都是在家里看书 然后出去玩 我们就也有玩 然后也有活动 就是要特别充实 最早就找这种感觉的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稍微认识 来一次好不好 看一眼 如果没问题 就跟他们就过 有问题的爱就再来 十只北京最炎热的几天 十几个人长时间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 肯定不会太舒服 但是练舞房里的枯燥和闷热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们的认真程度和积极的状态 一天时间下来 三个小伙伴通常都会累得筋疲力尽 直接在沙发上睡去 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 我们有下一代前面不要吸气 摸起双手绝对不放下一阵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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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用一只披萨的沉迷 我一处沉默舞台 拍练节目总是要不停地重复 原本精彩的暑假 却要在封闭的房间中度过 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 但是作为队长的汪静凯 对团队始终充满着使命感 激励着两位队友一起努力排练 一个人上台 然后到一个人的失败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如果有队友来说 会给你安慰 他也会给你一些动力 就是为了我们三个人 我一定要努力不能拖他们的后腿 我要带领他们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这个地方上在这座人 三个人在一些活动里面可以一起玩 也可以一起成长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 学习就因为最近特别忙 要准备见面会的时候 所以只有抽空的时候 比如中午睡觉的时候 看一下书然后写下作业 晚上看下书写下作业 但是不会太晚 就是尽量抽空吧 然后实在写不完的话 就假期末再做作业 随着排练强度的加大 三人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不适 王俊凯的嗓子严正正壮 逐渐加重 为了能够尽快恢复 只好开始吃药 TF Boys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很固定 几乎是宿舍练歌房练舞房三年一线 但是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 一群同样来自TF家族的小师弟们 来到北京为他们加油助威 看着这些刚刚出道的小师弟们 他们是否想到了几年前 同样智能的自己呢 三人中唯一没有生命的一阳千禧也出了状况 和队长王俊凯一样 也不得不开始吃宵夜药 哇 只是可能高音有点深 对高音势力 嗯 真正的 高音势力 首先啊 是否能够休息时间 以后要和现场导演进行演出的细节沟通 依次顺序小凯女孩和天喜 从盛将出来唱新改过的哈这首歌 李晨哥还会出来再结束一趟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帮你哥倒一会 好 吃来糖了 细心的工作人员也想尽一切办法 让三人尽快恢复健康 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粉丝见面会 吃饭了 吃饭了 两个猴子吃饭了 有没有那种能够就是现场能够大家心情劝夺和是安静的这种饭 面会出来的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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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特别多了 voyons 去年来英国台的时候 连个厕所都没有 两三个沙发 这天,TFBOYS开始了更加紧张正式的现场彩排,但是已经习惯了大型演出的小伙子们,在这个时刻却显得更加的放松,自然。 为什么要玩这些人呢? 以前就很喜欢对着人格,在重庆看过他的演唱会,他唱歌的时候很帅,然后这次去台湾进来他觉得他的特别清晰。 清晰的有点就比较成熟稳重,上次我玩了一个王者就测心灵灵灵的,你叫清晰多少? 清晰三十六岁。 三十九。 我三十九岁。 然后上面写的评语是沧海桑田,然后王者的优点就是比较开人。 小海的优点就是有那种大客人的担当,可以演着。 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拍那个拍摄,一个宝啊就保护我们就寸不不寸。 就是每次,而且每次,每次怎么走呢?就比如说朋友们他就这样楼着呢? 或者就是,比如说那个手啊,他就这样绕着带着。 而且感觉就像在草原上奔跑的那种感觉。 走着那一块。 回头跟你说,跟上。 这样子还有一个宝,他和我十指合十,然后一直走,他都在街上的时候。 想起去年我还在进行,今年可能就不行了。 你今天进得去吗?试试看。 去年还可以,去年还可以,今年不行了。 这腿变长了吗? 出不来。 我进得去了,我可以进去。 我是想脱离世俗的烦恼。 我要在里面练歌了。 我要出去,快点。 真的吗? 这苏年里面很舒服,但是太闷了,这里面。 我就坐这里好了。 那你们睡得困吗,你就困了。 现在不困。 上学都比这起来还早。 中午,13人难得的休息时间。 丰富的演出经验,让他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睡觉本领。 随便的几张椅子,就能拼走出一张临时的单人床,在上面美美的睡一觉。 你站一下,对。 那一点啊。 那你也不知道? 是吗? 我算了。 还要是做 assez吗? 那爷爷,我们的士要在一起。 这些说法的严格。 这些上学ئ里,我们的士养的士兴典。 这里不是人生的? 我现在想做的是这样。 我们的士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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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扔到纸了 为什么全是四月的 太苦了 看他的感受应该特别爽 他不能咽下去 对啥 不能咽下去就干在哪 我扔到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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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黑夜在漫长 风中全被扎 我怎么变成呀 别等着要疯狂 用着灿烂时光 战宝不一样的话 就算黑夜在漫长 风景全被扎打 我扔到纸了 就有一片青光 季节一次一次更别过往 也在一步一步实现愿望 我要让全世界记住 我的模样 别这样 别这样狂狂 别这样 我扔到纸了 顶着灿烂时光 对你来说 你去哪个眼前 现场彩排的灯光和音乐气氛 虽然能够很快让三人进入状态 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大的体力消耗 和更多的汗水 稍不如意就有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不是 他按着又是甩的 那是一般的感觉 你真是坏的 这表现实在上 哦 你放冰箱冰了是吧 好爽 唱的时候你们的表情 因为他在拍着我今天看 他们拍的时候比如说是千奇在唱 其实他会一直拍你的镜头 或者是拍小凯的镜头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表现是你在看对方 或者你在看哪里 正好拍到你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激动 或者想做什么动作 然后会这样一下 声音就会突然变大 刚才的彩排 就有一个点大的时候注意点 就是因为今天那个声酱什么的 就是全都是没有合 有时候晚上肯定会把声酱开合 一开门的时候 大家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因为都泥光嘛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像咱们今天拍的一样 耗子 就是慢慢全都不动 天坡空住以后 可能有两秒 两秒钟 直接往来一下 转那个清凯雷洗手舍的时候 你是第一句的话 你要是他 想喝 晓愷 好吃 offended 你是不是 这是 Monsieur 下次madı ús 你暖icket 孩子 你衣服湿了 你干嘛呢 你衣服湿了 你干嘛 我给你拿一个 王源是三人中的开心果 经常能够把大家逗得非常开心 在台后丝毫感觉不到演出临近的紧张气氛 带装彩排意味着和粉丝们见面的时间又进了一步 作为粉丝们的偶像 TFBOYS心中的责任感变得更加强烈 我觉得偶像是一个给人当榜样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正能量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义务就是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青少年应有的风范 就是遇到困难不断去挑战 也不断去克服它 Zither Harp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 TFBOYS的粉丝们 为了能够离自己的偶像距离更近 已经困不及待的开始在演出场馆外活动 看我们自己能努力程度 然后更多还要看粉丝能支持多久 毕竟粉丝是我们所有嘛 他们能支持我们多久 我们才能活多久 可以啊 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去啊 都没有 舞台灯光卡卡卡卡 你得拔一小人是吗 不可能有一个人你能做到十全师妹 肯定是会有人不喜欢你 看见别人这么说又跟风这么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够了解我们 因为要有很多人就是经过后来 了解我们之后就转成我们粉丝 然后也不会再就说我们的坏话 就觉得大家如果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话 你不喜欢那也没办法 你如果喜欢的话那当然更好 没有说话 我和你说 拜拜 那四个方向都快 那那个安静拿来 我给哥哥生气 哥哥生气 不是 那个孩子 哎 压力是会有 但是我不怕看成一个压力 面对自己的粉丝 那就是要享受一个舞台 不能去把它当作一个任务来对待 就是要去享受舞台 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时光 就是大家一起享受它 小银铛银 在这儿可以 看他在这儿可以 那边的 能拿着铁道 那边帮忙 不要用肚子 仁舍 你去哪里 是 不要像 洪孑 大家付出了这么长时间努力辛苦啊 就为了今天一定要最最最最厉害的演出啊 祝愿我们那个TF 我们三只最可爱的邵宝贝 今天的演出一定要大成功 一二三 加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就是过 雨再大 也總要回家 被淋濕的血 誰敢在出發 輕鬆的步伐 被你吐仇爽 十一年之約 是我們與你們共同首次的諾言 兩年的TFBOYS 他們有著更長的力量和魅力 不能說這個組合有多厲害 但可以說這個組合一直在蛻變這樣 站在舞台的中央 在粉絲們熱烈目光的焦點下 他們也在拼命地回報這些愛 有他倆陪我 真好 其實 我覺得無論怎樣 我們要一直走下去最重要 我想都一直陪著我的粉絲們說 謝謝你們 我們能爭切感受到你們給我們的愛 我也愛你們 第二天一大早 立刻投入新工作的他們 對昨天的見面會又有怎樣的想法 花了的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能有這麼一個機會在大舞台上 屬於自己的舞台上唱歌 更有在繼續下去的動力 我覺得還是很開心很感謝大家的 偶像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也許他們不能給出標準答案 但是他們一直都在努力 會不會讓我們一起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